第三名跟第四名,我們現在就直接公布了 非常棒,你也沒得看了 第四名其實是中國信託 第三名是玉山銀行 很棒,我們現在來看看第四名 第四名是我自己也是目前的主力銀行 是中國信託也是不錯的銀行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基本資料 中國信託,中國信託它去年是第六名 所以它其實現在是有退步的趨勢 玉山銀行去年是第幾名 去玉山銀行去年是第三名 所以它其實是持平的 那反而就是這個有對調 第四名跟第二名做對調 為什麼中國信託會變成第四名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得票數有49票 那每100個人裡面有13個人 通常就是投票率大概是13%左右 所以跟玉山銀行的人數一樣 都用49票,我們來看一下 觀眾有沒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額度不足是調額,惡話不說就調額 LinePay跟Muji卡是今年的主力卡 其實LinePay卡在2009它的權益變得比較差 我就把它變成是專門通路型的實用卡 然後這不會是全方位的就是神卡 比較可惜 那Muji卡的部分也是很不錯的 我自己本身如果有去Muji消費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用這張卡片 因為它就是在Muji消費實體 通路有5part的Muji點數 Muji大輪 也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使用卡片之一 大家也可以參考 再來就是80%刷中國信託的信用卡 這應該不是我寫的吧 我自己沒有見 但是我家的主力卡就是在中國信託 客服專線快速 這應該就是頂級卡部分才會有優惠 再來 我如果輕切又快速 找不到可挑剔之處 我個人最推崇的銀行的信用卡客服 其實也是中國信託 因為他們就是可以在第一時間 進入我問題的狀況 然後可以立馬幫我解決 包括就是從去年8月到現在 上個月以來 其實一直都是有所謂的倒刷的情形 但他們都很阿薩利都幫我解決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們是真的很不錯 我們是很推崇使用他們的信用卡的服務 這樣子 中信只要有信用卡可用餘額 我還一腳就不太會擋刷 他們其實真的是還不錯 我刷中信卡 從來沒被擋刷過 這個還蠻大方的 就是心臟也蠻大顆的 其他銀行刷卡次數多 或者是大額都要進線客服 MA機制卡持卡者 以信用卡客服來說 接聽速度快 態度良好 所以如果您是主要跟中信網來的話 我非常建議您至少要拿到一張頂級卡 比如說現在的配頂級卡 就是刷36萬就可以拿到 但是它的優惠就沒有那麼好 但是如果你保留這個頂級卡身份 其實你進線去客服處理事情 什麼的 都還是比較方便 普通的客服跟頂級卡 客服還是有差的 對 再來 我是頂級卡 昨天去了一趟銀行 覺得信用卡客服跟銀行人員 服務都很好 本來在台信跟中信之間做選擇 但台信銀行的服務人員 就沒有中信來的親切 中信扣分的部分 都是要年底的明年權益 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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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中信就是2019年 你看很多的信用卡權益的變差 就比較可惜 對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有做了一個檢卡排行板 我相信銀行也會警惕 希望他們明年 優惠可以再重新回到我們的一般水準 讓我們消費者都能夠得利 都有羊毛可以錄 這是比較好的 雖然說我講真話 我會被銀行討厭 但是沒有辦法 為了大家發聲 希望各家銀行的優惠權益可以越來越好 這是我自己本身希望的初衷 雖然說會因此 然後讓銀行覺得不開心 但是已經沒辦法吃起了 楊惠軒說 你可以在網路辦環球聯盟卡 救護有300 這還不錯 現在 我覺得中信他有改變的原因 是因為他變成老二之後 他其實 有做很大的改變武器 我其實有看到 比如說他以前任何的卡片 救護加碼辦卡 他其實都不會給這個 所謂的 那個 新卡裡的 那現在你看 你環球卡你是 你是救護你加辦環球卡 他還給你300塊 刷叭叭就給你300塊 其實是給蠻多的 或者是像大家最喜歡的玉山銀行 他的優點就是說 他自己本身平常 你加辦任何一張 他的其他卡片 他還是會給你一些 救護的 救護辦卡的新卡 你只要有拿這張卡去刷888 他都給你100塊200塊 其實都很佛心 所以為什麼玉山銀行 會這麼深得人心 就是因為他救護辦卡 還是有給回饋 那中國信託 因為他現在名次 叫的比較後面 所以他現在也開始就是變得 比較想要有競爭的一點 所以你加辦一些其他卡片 比如說你是中信奈配卡 既有卡有 但是你加辦Muji卡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200點 200點的Muji大樂 或者是你現在加辦一張環球卡 你刷888 他就給你300塊一券 其實都很好耶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這個 鹿羊毛大隊可以出動 如果你是想要A銀行好看的 那你剛好要刷888 你就不如辦一張卡片 拿到來解任務 你就可以拿到300塊 這個回饋率真的 都是比一般的刷卡 回饋的1%都還要高很多啊 對不對 我覺得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所以壓抑說 每次打電話到中信 客服一接就馬上稱呼名稱 有被尊重的感覺 所以因為中信他自己會 辨認客戶的來電號碼 所以他馬上就會知道說 Vocamon先生你好 有什麼事情可以為你服務的 這都是很棒的服務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 打電話進去中信 他就給我的這個 feedback是最好的 所以我是最推崇的 就是他的這個 尊榮的客戶服務 就是信用卡客服這樣 但他的信用卡刷卡回饋率變差 這個我也是會直接講 就是好的 我們就跟大家讚揚 那不好 不過我們還是會提出來 提醒大家這樣子 風小說 曾經刷過頭 臨時靜電改分型 不收循環型 中信人友善 哎呦 這真的還不錯 真的是中信這個人好好的 再來看一下 ATM多 這個中信的ATM是跟小器合作 所以台信如果是 全台灣有2000多家 那個ATM提款機的話 中信應該是最多的 因為小器大概有1萬多家吧 所以說他大概也是有 大概好幾千 大概六七千左右的那個ATM 但是我覺得中信的ATM不好用 因為你每次就是要做 每一句交易他都會把你塔退出來 然後就是他的那個速度太慢了 所以我自己就很不喜歡使用中信的ATM 我最喜歡的是台信 因為台信的速度快 那你之前早期都會去那個占幣嘛 就是要去賺那個ATM的精彩點 其實速度快速我們來說很重要 因為你後面如果有人在排隊 你就不好意思就趕快跑了 對所以就是趕快讓給別人 然後自己再回來做 這真的是台信的ATM還是沒話講 有人講到說是自以為是 那為什麼會就是選擇 它是你最喜歡的銀行 但是去寫說它是自以為是 這也是M屬性的報告項 有人講到說 集團勢力大 保險銀行證券都很大 互相縱效很大 所以其實如果你想要找一間 要好好往來的話 其實中信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它們中信監控也蠻大的 好 再來 服務態度很輕切 讓人感到兵至如歸 這個也是 然後有人講到說 行員蠻正的 行員真的很漂亮 真的不錯 好 我們今天的這個票選排行榜 就已經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好